这片海域呈现非常奇特的水蓝色 是高雄市南新计划填海造陆的地点 回填的物质是钢铁业的转炉石 因而造成海水变强碱性 而现在中钢子公司中龙 又提出要把转炉石回填到张滨工业区内 环保团体认为一定会造成污染 转炉石它的pH值非常高 pH值高12点多将近13 是属于一个强碱 这个东西流到海域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整个海域的生态 经济部工业局表示 这些转炉石不会直接跟海水接触 由海体隔开 不过环保团体指出 还是有污染地下水的疑虑 资料也显示 开发单位低估的渗透系数 也认为地下水流速缓慢的说法是误导 在这边就是说 因为它地下水位很低嘛 很浅 所以你如果渗透快又是沙子 然后它废弃物直接没有不透水层 就直接到地下水了 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开专家会议 好好厘清事实 不过力推被弃物天海造岛的环保署 环凭会议还在审查时 缺乏新闻稿替开发单位背书 强调转路时并没有有害物质也相当安定 并不会污染地下水 同时也能解决废弃物无处可去的问题 记者 林志文 陈昌维台北报导 ب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有公acha dikk 计论资料库 公司宁 wild 中心 pinnn 还有包括灿烂时光节目 我联合接友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九點半 在公司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上面 我們會直播之後呢 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這個播出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們談了一個在台灣最近這一兩年 非常多的人的關心 可是你說真的很多人的關心嗎 其實坦白講 我們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報導有關PA2.0跟空物的議題 其實報導是不少 可是說實話 我們的點閱率 這個部分的點閱率 它其實並不是太高 而且我們發現會去點的大部分 都是中南部的這些朋友的站的比例比較高 那常常我們會覺得說 在台北的朋友們呢 是不是真的去了解到空污的一些問題 其實從一些數字上的反應 或者是看到對這些相關運動的參與上面 相對之下看起來也是比較少 不過在去年我們推廣年底的時候 在台北辦了一場非常大的遊行 幾個當時的總統的候選人 特別是副總統候選人都到現場 看起來也慢慢引起了大家的一些重視 那可是我們要把這個焦點回過頭來 談到其實在上一集的節目當中 台灣的非常嚴重污染的問題 不管是PM10或是PA2.5 那個數值較高的地方 其實是集中在中南部 特別是在包括彰化、雲林、台中、嘉義這一帶 今天我們一樣要來跟大家訪問的是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 楊哲銘、楊博士 楊博士你好 你好 各位朋友好 我們今天還是一樣在湖尾厝 這是在雲林湖尾的一個獨立書店 特別提供我們這場地 讓我們來這裡來做這些訪台 這個是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 這個做的T恤嘛 對對 可以跟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嗎 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做什麼 是 我們從早期彰化 所謂一門或是張一門 張一切聯盟 對 那時候在參與國光時 或在彰化海邊設廠之後 那一些彰化的醫生就開始 就說我們一定要 要鼓勵或是推動環保署一定要訂定PM2.5的標準 然後要很缺失 因為他說PM 我們可以看到幾年前 甚至到現在PM10的標準都非常的寬鬆 所以環保署長 最近 甚至最近都會講到說 空污不良率已經降到 差不多零點幾的效率 比1% 一個1%又更小了 聽起來好像每天都是好空氣 事實上 如果你用PM2.5的標準 最近一夜出環保署自己公佈的 你可以看到空氣不及格的三級空品區 包括全部西海岸的 包括宜蘭 連宜蘭都淪陷的 那只剩下 合乎台灣空氣品質標準的 只有花蓮跟台東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這個PM2.5 標準一釘下去的時候 事實上很多地方都是不大標的 所以其實包括 彰化這個 就是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其實最主要是在於 在反國光實化之後 所成立的一個團體 然後它最主要是在於 關心台灣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對 那比較有意思的是 它是從彰化一屆聯盟 然後慢慢的發展出來 然後當時為什麼 你會去參加反國光實化的運動 反國光實化 因為我是彰化西湖人 國光實化那個設置的地方 就是大城 在大城上 就在惡林 彰化二林 就桌城西的北邊 那再往內一點 就是西湖的 這幾年來我開始慢慢注意到 每次那個惡林地區 那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無端的就會紅爆紙爆 就是那個特別那個區塊 就是其實 應該講就是說在 索水溪出海口 那個地方常常會 莫名其妙就 就紅爆紙爆 從那一點開始 然後如果 注意看的話很快 往 比如說內地的 比如說那個 南投足山那邊 也會跟著紅起來 那只是 就是彰化的南邊 就只有惡林有監測站 那一直都要到足山 斗六這邊 南投這邊才有 那中間那一大部分的彰化南邊 都沒有其他的監測站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當然從惡林那邊開始 直爆紅爆 那接下來 你可以不久之後 看到 南投足山這邊 就又起來 所以西湖就在裡面 所以我的故鄉 也是台灣的良昌 最彰化的地方 因為以前 台灣果菜市場的交易量 實際上在西湖 以前是最高的 最近 改成這個西羅 西羅鎮的果菜市場的交易 不管是西湖 不管是彰化還是雲林 都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兩昌 那個關老師 你剛剛問我說 我為什麼會有參與 因為我後來意識到說 我的故鄉都 如果真的 在旁邊有蓋一個 跟六星一樣 這樣的一個石化場 那 那個污染 其實 不只是說 我們西湖 難以承受 甚至 我會想到說 如果 雲林也淪陷了 那 彰化也淪陷了 那 兩千三百萬的 我們的台灣同胞 還有健康的糧食 你剛剛特別談到說 在佐水溪的出海口 不管是大臣方苑 或是您自己的故鄉 他常常會莫名其妙出現 紅報紙報的這種狀況 那 我們知道在彰化有 這個 張兵工業區 然後有張火 那在彰化的北邊 也有台中火力發電廠 然後在佐水溪的出海口 就有六星 那還好當時沒有蓋過此話 要不然這個台灣母親 佐水溪的南岸跟北岸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地方 我不知道 就是 在於這個 彰化火力發電廠也好 或者事實上 台中火力 彰化火力發電廠 是他們一直想設自己 對 那可能還是要設 因為他們想要 要汰換 台中火力發電廠 所以好像又 要同時 要在彰化一定要蓋一些廠 然後來做預備還是怎麼樣 不過最好是不要 對沒錯 其實在彰化有一些反彰化的運動 包括年輕力 過去都是這樣子 非常長一段時間 所以才沒有 沒有在那裡設 就是類似他可能會有 彰化火力發電廠 這樣的一個位置的設置 或者是特別是像 台中火力發電廠 是 台中火力發電廠 對於所謂的彰化這一帶 或者是台灣的中部這一帶的 空氣污染的影響是什麼 對 各位 管老師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很多人對空氣污染 現在比較有概念 因為你可以看到 那個有紙包紅包的區域 然後就有 如果上環保署 或是一般我們手機上面的 那些 AP的都看到 我想 很多人既然談空氣污染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 我想提 另外提起來就是說 其實更急迫的 是說 台中火力發電廠 他 燒完煤炭以後 他剩下 那個 煤炭重量百分比的12% 12%到15% 就是煤灰 那個有毒 裡面還有很多重金屬的這些煤灰 台中 台中港 在那個地方已經給他們填滿了 他們有的那個 中門處理 要儲存那個 煤灰的 就煤炭 剩下這個煤灰 在他們 火力發電廠的旁邊 靠近的海岸 這個 濕地上面 他們都填滿了 所以最近 煤灰是填在濕地上面 他就填在海岸 因為我們海邊都是一些市地 原來是這樣子 當然他填的地方就是現在所謂的台中港 那個區域 那地方已經沒有地方可以填滿了 所以 最近 所有燒的煤灰都 把它運到 最靠近就是跨越一個大陸西 就運來那個彰化 我們的彰冰工業區 就直接填下去了 我們 他開始 那個 經濟部 提案 然後環保署 那些委員們 同意 就是在2010年10月份的時候 他們不是講說要來填煤灰 他們講說 張濱工業區裡面 因為原來他們那邊填 張濱工業區 那個 所謂填海造路 那個 整個工業區在做 他是講說要大杜山的 一些垃圾 掩埋 挖出來的那些 一些土 這不是跟以前 有人說 藍綠也會放核廢 然後是跟他講說要放 罐頭工廠 是一樣的 然後那一次那個標題 環品的那個主題 就講說 新增工程 填地料源 材料的那些來源 但是完全沒有煤灰 沒有 沒有 台電的煤灰 很有重金圖 大量的這樣煤灰 結果就開始在彰化 就填下去了 那我們那時候 開始 同一個時間 我們有注意到 美國就是 有一些災難發生 就是有一些灰塘 就是 放煤灰的地方 就 崩掉了 就是 那個圍燙的東西 就 灘荒了 結果 那個煤灰大量的幾 數百萬公 那個 就流到 一些河流 就污染很多的地方 這樣子 所以那個 那時候我們看到美國 很多人就一直 開始 注意這個事情 也反對 所以 煤灰一定要 就說隨便這樣填滿 一定要有一些規範 所以 美國到 去年 在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蛇業事實上有公佈 那些 煤炭燃燒 殘衣物的 那個 處理或是 填滿的方法 如果按照那個 美國最新公佈那個 標準 事實上 三兵工業區 那個地方 根本不能 不能停滿煤灰 那 有一次 我去 拜訪那個 台電的時候 我說你們 灰塘是怎麼做 下雨 會不會滲到 就這樣 就在台中也是一樣 直接滲到 台中的海邊去了 就污染我們的海域 然後 污染沿海的地下水 台中就是這樣子 那我記得 生態協會那邊 在那個 那段時間 就有 曾經說 台中的那個 沿海的那個 重金屬 那個濃度越來越增加了 那我說 那還得了 現在 張濱工業區 那地方就是 我們彰化在 養殖區 然後 我們 對不起 張濱工業區 附近 都是一些 那些居民都是喝地下水 那地下水就 非常靠近那個表面 對 所以 台電這幾年 就不斷的把 大量的這個 煤灰 就丟到張濱工業區 底下沒有 沒有隔離層 嗯 後來 不會有一個類似 一個 可能是水泥 或者其他的這種 隔離的方式 沒有這樣的 他就直接在海邊 就這樣 讓他下去了 所以我們才 那時候 有好幾場的就是 就是不准他來填了 但是 因為那一場 他說是已經特殊的 那個 環 環 他不是一個環田會議 但是環差 就這樣簡單的 就讓他過了 然後 後來才有所謂的 呃 沈世宏才那個組長 才開始提 填海造物這個政策 所以先讓那個 呃 要填很大量的 主理台電的煤灰 先讓他 以環差的 簡單的方式 就讓他通過了 然後說那個已經通過了 那主委去告 嗯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對 是非常非常離乎 不負責 而且 填埋一旦下去 我們的海域 我們的沿海的居民 就是要和那些 不斷的滲透滲出的 這些重金所 嗯 那當然 我從來不放棄 繼續講這個事情 然後我甚至也把這些資訊 都交給彰化縣長 因為去年他們剛上任 那我一直很 縣長有什麼反應嗎 那目前 我們的彰化縣環保局 跟彰化縣長 對於我跟葉醫師 拿出來這樣的資料 還沒有討論 但是他的問題還是一直存在 他可能一直存在 那有一次 當年 有一個台大環工系的教授 也最近來 也繼續被 聘任為彰化的 那個所謂 空屋檢量的 這個小 那個委員會 那我就跟他講 我就孤隱其民了 我就當面問他說 欸 您是不是 當初跟魏國燕 教授 明明我看到你們 兩個都是同意 那個環差會議 裡面都是委員 那 因為你們比我們更有影響力 更能夠影響這個國家政策 然後你們是專家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你現在把 煤灰填下去 你告訴我 你要怎麼樣把那個 汙染拿起來 後來他告訴我 他是 他是Air pollution 空氣汙染的專家 他不是 煤灰的專家 我就說 你是不是彰化人 他說他不是 那我說 我希望你以後 你每次來 我一定要跟你提起這個問題 我每次見到你 我一定要提起這個問題 因為你是專家 那 雖然你講說 你只是空氣汙染的專家 那你不是煤灰的專家 那怎麼會有空氣汙染的專家 最大量的造成空氣汙染 就是燃煤火力換成這樣的東西 你怎麼會當一個教授 而不知道 那個 那個 燃燒煤炭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那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那我說 那 我一樣沒有實驗室啊 我希望你 你能夠跟我一樣 來告訴我們彰化線民 我們彰化線不是很自私的一個毒群 因為我們也是在用電 但是你現在專挑 特別先挑一個彰化 彰兵工業區 就在那邊 大量的一直不斷的填滿我們煤灰的時候 那 你如果沒有方法 你應該告訴我沒有方法 還是說你不知道 所以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火力發電廠的問題 它不是只有我們以為的空氣的問題 包括這煤灰怎麼處理 煤灰是不是滲到地底下 甚至滲到海裡面 那整個沿海養殖 可能也造成了一些影響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實際上面的這些數字 或是有實際上面的改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請楊博曬跟我們約會講 測茶不防 測茶不防 聚喝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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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市我們現場看見之後 到現在我們說 重金屬的汙染 土壤的汙染監測超標 還有土壤的管制也都超標 還有地零也超標 我們的環保局 它是不是睡著了 睡著了 還是閃 還是地動就親 身 尖 頭 心 大家看紅字的部分 有的超過二十倍 有的超過四倍 都是超過土壤汙染管制標準 超過土壤汙染管制標準的話 那就是要清楚的 這非常明顯 這叫做總量測驗 它的檢測儀器都有 分析儀 總量分析測出來 這麼嚴重 這個的嚴重性 我們有秀傳的副院長醫師 等一下跟各位報告 這些有毒的重金屬的汙染 油汙染到地下水 汙染到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漁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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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蛤蜊 要讓大家吃下去 會變成什麼 這是我們這間店 要來開機這裡 已經很多次了 我們的管制物 這個在 它是一個 鋼兵填海造地工程 基本上它的環境養差異分期報告 是有行政環保室在99年就審訪通過 那至於在這個區域裡面 如果有含有其他 不應該的物質 都應該由 行政環保室 運這個 海報單位來清除 這個部分 我們會 協同 我們的消防團體 等一下再去做一個確認 你有 答應了清除 這些 偷到的 這些廢棄物嗎 是不是可以 麻煩 我們報告一下 然後環保局的況下 還是怎樣 還有檢測報告 這個 因為它是 這個在 它是一個 鋼兵填海造地工程 那基本上它的環境養差異分期報告 是由行政環保室在99年就審訪通過 那至於在這個區域裡面 如果 有含有其他 不應該的物質 都應該由 行政環保室 運這個 海報單位來清除 這個部分 我們會 協同 合同的 加分團體 等一下再去做一個確認 歡迎回到 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今天在我們節目的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彰化一切聯盟 同時也是 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 楊澤民 楊博士 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剛在這個訪當中 我自己 至少對我自己而已 我才非常驚訝的方式 原來這個 這個 台中火力發電廠 我們常常講是一個空汙的問題 可是恐怕不是這個問題而已 就是反而 這個空汙的問題大家會有意識到 但是 看起來那個問題是更重要 甚至是更棘手 或是更被忽略 就是 剛剛談到很多的煤灰 然後做鐵海的灶路 或者是再 從台中掩埋 然後再到彰化區掩埋 可是坦白說 這個鐵海灶路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也都有吧 那例如說香港 或者是像新加坡 或者是在美國 都看到什麼鐵海灶路的狀況 其他國家在鐵海灶路 會用煤灰來做嗎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鐵海灶路 就算是用煤灰 我們可以把管理好就好了嗎 為什麼不能夠用煤灰去做鐵海灶路 我們 我們 這個 前任的 沈世宏 環保署長 很用心的在他 在 離開那個職位之前 就是 最後推的就是 天海灶路這個政策 然後他也在台灣很多地方 要 有舉辦這個公聽會 要去 像當地的民眾 說 叫他們不要害怕 這個天海灶路 是 對於那些暗定化 無害的這些 事業會幾乎是 對他們沒有影響 所以他 也在高雄 也在彰化台中 都有辦這樣 在台北也有舉辦這樣公聽會 後來就 這幾年就好像 各位可能就 就沒有再聽到環保署在 為國院署長接任之後 就不再談了 不過我有一次 遇到以前 在各地舉辦這個公聽會的 主要兩個人 一個是 其中一個是 就是以前的 會館處的處長 叫吳天基博士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海洋大學的 簡連貴教授 大概在一年多前 我遇到 在環保署遇到 還是其他的場合 遇到簡教授 簡連貴教授 我就說 欸 那你不是在推這個 天海照路 這個 要怎麼做 然後你們也說 要召開這個 一些專家來評估 那些 天海的 材料 那些東西 對海域生態的影響 然後 那怎麼樣篩選 這些 要舔的東西 等等等等 那些物質 那我說 那現在走到哪裡 他回答 其實就是 不知道 那真的是 這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就是說 因為 當我看到 我的故鄉 彰化的 彰兵工業區 不斷的 有台中的 那個燃煤化電以後 產生的煤灰 含有重金屬 大量的重金屬 可以釋放出來 這樣的一個煤灰 就丟到 那個彰兵工業區 就直接丟在 我們的海灘 海岸私地上面 我實在是不能忍受 不坦不代表 就不會再繼續污染 不坦那些不斷的勝率 勝出的這些重金屬 不斷的往旁邊擴散 那是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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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挖不出來 那如果我們把它做好 管理不行嗎 就是其他國家 也會不會去 對 所以 所以在 省署長離開他的職務 他 有 換成這個魏國恩之前 他們事實上有召開一次 國際的這個 專家學者 來談這個 前來造陸的這些 政策 他也請日本 新加坡 香港 丹麥 很多這些 所謂的專家學者 來 不過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說 我當眾問這些 這些專家學者們 你們有沒有用 花電廠的煤灰做天然照路 他們跟我講沒有 你說在國外的 就只有那次參加的 那次參加的 至少在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也用天然氣 他事實上是沒有煤炭 他說他也沒有進口 這些外國的煤灰來天然照路 香港也沒有 所以 那時候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那一次的結論 其實就好像就是要 讓這些專家學者 然後來背書 就是說 事實上這是可行的 那 在他 省署長在宣讀 那個結論的時候 我就 只好把它停住 我說 我再問一次 你們今天來的專家學者 你們有沒有用 花電廠的煤灰做天然 那個照路的這個料圓 然後 是不是用 這個 這個我們台灣不斷的講 用TCLP 當作篩選 這個料圓是會釋出這些 TCLP就是 Toxicity Characteristics 那個 Legibility 的那個Position 但是 測測要檢測 到底那些 天賣物 會不會釋出一些有毒 有害物質的 一種標準方法 他們說 新加坡 至少新加坡 我知道他們說 他們已經不採用那個方法 那美國早在幾年前 就 那些 美國環保署的 這些專家 就有寫信給 美國環保署說 TCLP的方法 事實上是不適合做 長期 要看那些 美灰的 這樣是不是對 會造成環境污染的方法 所以 我們台灣 到今天可能都還繼續講說 反正TCLP能夠做 所以就把它丟下去了 我認為這樣是 不謹慎 不慎重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你剛剛提到 就說 是不是有把它固化 還怎樣 我不曉得 因為 我應該這樣講 不是不曉得 好像他們有做一些 把一些美灰 混在一起 做那個鋪路 還怎樣 好像 台灣的那些 個性好像不太對 結果就 就會 吸水 就有膨脹的問題 就 那個路面就 起起伏伏了 我在猜啦 除非你把它 把它 處理 把它 就是放一段時間 讓它充分吸收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然後 把它改變它的性質 還是怎樣 如果 很快的就把它丟在那邊 的話 即使把它是做為 做 露面的 因為台灣 畢竟 旁邊都是農田 那 下雨的時候 這些東西 就是不斷的往下 升 在去年年底 美國已經公佈了 煤炭燃燒之後的 殘移物的 這些處理 跟 處置 填賣方法 所以它是一個 嚴謹的規範 它也列舉出 某些地方 它是 事實上是不適合的 比如說 它的規定就是 濕地 然後一些地震區域 敏感區域 它都有列舉出來 然後它也有講 空氣污染要怎麼注意 然後它 容出的這些液體 要怎麼收集 這樣監測 這些都有非常嚴謹的規範 那是一個標準 美國環保署的標準 那 根據這樣的標準 我認為 我們在張兵工業區 目前台電在那邊填賣 是完全不適合 也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 台灣的煤灰 跟世界上的煤灰都是一樣 因為都是從地底下挖出來 都含有大量的重金鎖 那 更何況我們 張兵工業區 那是沙子的 這種 系列沙子的這種海 海岸濕地 然後那個勝出以後 就直接往地下 我們地下水 就幾乎水位 就連接在那個上面 相當靠近地面 所以我們彰化沿海 很多居民在喝地下水的時候 台電這樣 繼續不斷的填滿煤灰 環保署 你認為 如果依據美國 去年年底公布這樣的標準 是合宜的嗎 那 以前這些 這次 這樣容許 台電棉會在那邊填 是用一個簡單的 這種環境差異問題 就讓他過 裡面的委員 也包括 現在的環保署長 他是排名第一的 就讓他做了 我認為那個要很快地來檢討 因為一旦 你讓這個東西 在我們彰化的海邊 在彰化的糧倉 這樣不斷地增加的時候 這樣是 這個環保署要顧起非常大的責任 那他現在已經做了 就是讓你剛剛說 他現在已經做了 那他有去做定期的檢測嗎 或是有去做定期的檢測 有公布相關的這個數字嗎 這個 我們應該去問環保署 我知道他不斷地把它丟下去了 因為那個地方已經 至少他沒有公布讓大家知道 就是你也沒有看過這樣的事 對對對不過 沿海地區的重金屬 我們看到那個 包括大城這邊 因為有些地底的探探這樣 事實上有些監測 對都有監測 那我記得 南部一個學者就講說 勸我們彰化海邊 就彰化海邊 南邊這邊的 不要吃這邊的海產 因為那可能裡面的 有毒物質 那個量已經相當超標了 卓長 這個是看到 整個台下 大概看到楊博士 其實對於所謂的 故鄉是非常的關心 然後也特別告訴我們 在這個彰化的 除了看到所謂的 台中火力發電廠 可能造成一些 在空物的問題之外 事實上在地底下 在海裡面 可能都有很多的 這個煤灰所造成 這個所謂的 重金屬污染等等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 我個人還蠻感興趣的 一件事情 其實在去年的 這個雲林縣 縣政府 李靖勇縣 縣長他其實有公開的 甄選 這個 這個環保局的局長 當時你為什麼會想要去做 這個甄選的參與 我 我在往前面 幾個月 因為我去參加那個 禁燒 申煤 跟那個 石油 環保局 事實上也要 有聘請一些 所謂的 他們後來是講 不是要 單純的委員 是叫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諮詢委員 就是給意見 他不一定會接受 我在第三次去參加的時候 居然 諮詢委員才了解說 他們並沒有影響力 最後 還是 政策上面 是政府決定 要不要做 這樣子 他們只是 提供一些意見 專家意見 然後讓政府知道 新政府知道而已 那後來不久就 曾局長就 提出辭職 那那個位置空出來了 那因為我長期跟 陳教華老師 跟 藥健康婆婆媽阿團 都在 在參與這個 六清擴廠的一些 環境影響評估的審查 所以 我 我自己認為說 我應該可以來幫忙 因為很多 例如說 一些環團 對於 縣政府 對於環保署的一些 質疑 或是有些疑慮 可能 那我來做的話 是不是也能夠 把這些 互相之間的一些不信任 或是 還是說中間的一些事情 能夠比較 公開化 然後透明 因為 包括最近那個 好像六清跟 雲林縣政府 有一些 固定的 一些互相的討論 好像那個也不公開 那我來 是不是會改變呢 我不清楚 但是 如果 他們可以用我的話 我認為 我願意把很多事情都 公開來 因為 越公開的 資訊 也是行政程序 裡面 行政程序法 要求的 一個事情 公開公平 資訊公開 這個部分 那我也在那個 我被面試 我被那個 張護縣長 他是 面試的 首席的 考官 這樣子 我也跟他講得很清楚 我來 也要幫助台說 如果 我能夠影響的話 我一定會 前台灣學界 然後 國家的力量 來幫助 六清 一起來克服 所謂空污的問題 海水淡化 還有很多相關的議題 然後 讓 台塑也能夠發展出 說不定 他能夠發展出 很多其他的 污染防治的一些 或是一些技術 然後讓他 也繼續保持有競爭力 而不是 就繼續 用一個比較 好像 繼續飛到 台灣污染這樣的情況 而且是一個 舊的標準 或者是對環境 也不是那麼好的 我想 我也跟他講說 這樣是對 所以 所有台塑的股東 是好的 因為 才能夠永續 想說 會不會是 最近 台塑也盡量 再做一些事情 以後 才能夠 讓他不必 像 美國 最近 不是 有一個 台灣那個案件 因為他 以前的污染 好像判輸了 這樣子 可能要 顧及賠償的責任 這樣子 那因為 總是 六星在沿海上 海水脫流 然後 然後 大量 擷取 我們佐水溪 對環境 其實都相當不利 所以 我們要在國際上 有競爭力 應該是 我們要鼓勵 而且要國家 非常幫助 台塑 這個 離島工業區 這些工業工廠 能夠 找出 然後共同解決 我們 達到一個 就像 以前王永慶講 他們 沒有污染 或是 比他們家的廚房 都還要更淨 那不得了 如果能夠達到地步 台塑一定是世界 一流的公司 不過我們當然知道 最後的結果是沒有真相 沒有真相 當說 他在考量我的背景 他認為不適合 但是 但是說實在的 就是台塑 或是跟雲泥縣政府之間 或者是包括跟 地方的政治之間 跟地方財團之間 關係是非常 跟挫折 對對 你為什麼覺得 你有本事去解決 這樣的問題 我大概也比較 就是說 蝦子不怕 不怕 遇到槍 當然 我跟那個 護憲長是這樣講 我有很多朋友 他問我說 怎麼樣 比如說 應付 包括也應付那些議員 包括外面 然後 然後怎麼樣鼓勵 士氣比較低落的 這些 環保局的 我們同仁的這樣子 我說 因為我 我 我會 我有 我背後的 可以幫助我的 包括學界很多人 如果說 雲泥縣政府是願意 也呼籲很多人 來一起幫助的時候 我相信 很多人 這些專家學者 民間的 學界的 都願意提供他們的 幫助 來共同解決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 最大實化區的一些事情 我認為不是問題 因為台灣 在我們二戰之後 這些 在國外 在國內訓練這麼多 化工化學 各樣的專家學者 有那麼多 那我們都認為說 我們走到美國 走到其他地方 都認為我們 不會比別人差 所以 那有那麼多 專家學者在幫忙 我從來不擔心 如果我們願意開放 然後也 台塑也鼓勵大家 一起來參與的時候 我認為怎麼會 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連 你看 那個台積電裡面 那些 都是當年 靠近台大電機器 都是前幾名那些人 那我相信 整合台灣所有的力氣 我們可以讓 我們的科技再有 再重新再站起來 然後更有競爭力 我認為如果 讓環境的這個標準 污染的標準 如果是怠惰放鬆的話 其實是一種罪過 因為它讓很多人 沒有參與這個研究的機會 那其實這個國家 有那麼多學者專家 可以 國家自己也可以來鼓勵 共同 面對這個 六親的這個 是否有真的台放 還是他台放 要怎麼解決的 這些問題 那才是我們 要讓這些 我們這個年輕人不必 到國外找工作 這是唯一的機會 說不定 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東西 包括你剛剛談到 這個雲林縣政府 跟這個 六親之間的 最近的一些會商 包括煤灰的青道 其實它都還是一個 比較封閉式的 或者是資訊 我聽說那個 像六親 把他們煤灰就丟在 那個 他們的離島 工業區裡面 那不 三不五十就好像有一些 不一定是六親 有很多 比如說那個 有燒煤炭的那些 煤灰還是賭斯灰 好像就 就往到處亂倒了 那 那造成 台灣的浩劫 因為他們給一些 處理公司 也許五百萬 那他就用兩百萬 去買一塊田地 可以種植的 結果把好的土 挖起來 把煤灰丟進去 那好像這個 非常發生率 非常頻繁 如果這個 這樣一個過程 假設 我們當老師希望它不會發生 但是我要談的是說 如果在這個整個的過程 他是有更多的資訊透明 或是整個的公共參與 那我想 對於雲林的居民 對整個台灣的人民 或者是 甚至對台售的本身 都好的 他恐怕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以後也不用付 對 現在真的有人在告他 而且外面的這個 所謂的外部成本 其實也是全民在承擔 那今天非常謝謝楊博士 然後特別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就是在這麼多人的天 然後可以看到楊博士在 不管是在過去的 這種所謂的反國光實化 或者是我們看到整個空屋的問題 甚至也願意實際的去做實踐 都是一些 我想很多的台灣的朋友 都必須要特別跟你說聲謝謝 那今天非常謝謝你 接受我們訪問 我們下禮拜在空中再會 謝謝 掰掰 掰掰